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酒必合 喝酒必分 对不对 那有一点说我不愿意那个什么通考的 那我肯定有回到自主 对吧 那我不愿意自主 我也回到通考 对不对 当然就是我们肯定有80%的长期就坚持下来了 对吧 像我们408省我们坚持下来了 那么我们自主命题高效呢 也应该在逐渐的再坚持下去 那么因为存在不确定性 另外还存在就是你高效你还没确定 在院校你还没有锁定哪一个目标 这时候麻烦你没有锁定这时候你怎么复习啊 你觉得我学四名课学多了 你觉得时间太紧张 那么我建议你不要犹豫太多 你犹豫的时候反正把时间就浪费掉了 那怎么办呢 把基础和强化按照通考的方式来进行复习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基础和强化按照通考来进行复习 学习四门课程 那么学完之后基本上到我们九月份了 九月份通考大纲也发布了 对吧 章程简章章章程目录也出来了 这时候你可以再进行选择一下 你所目标的几座学校 它到底考什么东西 如果考通考的话 OK 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如果自主的话 我刚才前面列举了 无非是哪几种内容 对不对 也就是说基本上就刨掉一门或两门 最次的你会刨掉三门 对不对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网络和操作系统 有可能会刨掉 或者是组成 对不对 那么从某种意义来讲 我们历年的这种章程简章目录发表 和对我们自主高效的分析可以看出来 那么通考的科目是我们自主命题的源泉 那么我们可以拿到的 比如我手中看到的分析过的 像这个933 961 803 863 像这些题目 从这些题目来讲的话 003散的每年都有看到什么 我们自主命题的题目 包括和我们同学进行交流 同学今天 老师说这个题目呢 是我们高校自主命题的题目 不是太熟悉 你发给我看一下 我说我看一看 他拿了题目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题目这不就是 13年自主命题选择题的第几题 类似的吗 他回去看 是啊 很多很多这种情况 很多这种情况 也就是我们自主命题的题型 题目的出处 很多都在借鉴我们八年的通考题 所以说大家在基础和强化的时候 建议按照同考来复习 多学文课并不坏 多学文课为富士减压 因为我们迟早要过富士这一关 富士刷热程度 我们看到了北欧基本上一半 我想批 刷一半 那么不是一半的话 至少也得刷20% 对不对 那个时候你怎么突出出来呢 你到这个三四月份再进行补 我估计你没有做到没那么住了 一个是一个过年 假期一放 对吧 过了十五回来 这马上就要进行富士了 富士里边 首先科目的学习 你还准备一大堆的富士的内容 富士的一些材料 这个证书 那个证书等等 那么 那个时候 因为他富士的时间节点是不同的 对不对 所以说其他高校的富士呢 会获得获得影响你的一个 这个心灵 那么 什么时候学习最踏实呢 应该就是现在 就是每年呢 就三月份到九月份 这时间 学习是最为踏实的 因为你这时候学习 没有压力 没有别人干扰你 那么到了 招生典章发布之后呢 那个时候 唯一影响你的因素是时间 你会觉得过一天 接近一天 过一天接近一天 对不对 我们每年在大纲发布的时候 都给大家安排一个讲座 对 叫大纲发布 百日成纲 对 什么叫百日成纲 就是大纲发布的时候 你考试 也就剩下一百天 不到 一百天呢 转顺即过 对不对 那个时候 你更加重视的 应该是基础课和专业课 那专业课 它需要一个基领 知识基领应该放到 不要放到最后一百天去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拿六十五天 两个月放个假 放到前什么 两百天去 这是我们前期的富士 那么自主命题 如果你确定了 那么严格以教材为基础 这个是必须的 就是指定教材 我们看到了南大的 北大的 对吧 虽然是高大上 那这些教材 你看不看呢 还是要看一看 起码要读一读 因为它的视角方法是不一样的 同时尽量的获得 同考前的一个试题 就是像有些题目 就是我们已经 它刚刚进行自主命题 那么自主命题 还有试题 对不对 你可以能够获取到 如果获取不到的话 那么该校的 期末考试题 和同辅导的资料 应该是找一找 比如像这个期末的题 因为好的高校都有精品课件事 对不对 都有网上课堂 对不对 包括我们国家呢 你在推什么优质课堂 这个公开化 对吧 网络课堂 那么这都可以去找一找 听一听 特别是你目标高校的 那一定要听一听 PPT啊 看一看 对不对 期末考试题 要做一做 这个时候呢 要调整一下资源 其实这也就是什么 自主命题的不变之处 如果我们是通考的话 OK了 对不对 通考我们不管这些东西 我完全考虑 我只要拿到我的这个通考的大纲 和这些通考的这个历年的真题 我学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与通考大纲一致的高校 那么15年的难度呢 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16年呢 也是比较接近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更加的重视基础 更加重视 但是有的时候呢 稍微难一点的 比如像川大的 这个15年的题目 就算法题 就比我们通考的还难 对不对 我们933的 当时973的 13年的这个组成员理题目 就比我们通考的还难 同时在准备教团的时候要注重你院校的特色 也就是说这时候你不仅仅是考试了 还要考你这个学校的理解 就是这学校偏硬还是偏软 哪个方向做得比较出色 往往往这个地方呢 他比较感兴趣 回到这地方出题 比如有的高校做这个组成员理 他们在用这个MAPS来搞这个签诺系统 那么他就组成员理就考MAPS 没有出高 因为他列举了教材里边 提到MAPS这个东西 那么有的高校里边就不形象了 因为考试比如说我侧重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那么像美工大 那么系统结构每年都来一个什么 实际问题的解决这样的题目 写EDT 因此通考更加重视知识和综合运用 然后这种命题更加重视所在院校的特点 也就是说他想在哪些研究方向布局 就要招这方面的人 招上面的人才 那么就出这方面的题 因此这种命题来讲的话 尽可能的要找到这个乡的辅导书辅导教材 如果和大纲 通考大纲一致的话 我觉得就是90%的按到大纲来进 通考来进行复习 那10%的话要看一看他的网件试题 因为有的是可以网上公开提供的 有的可以到研究生院 今天购买 有的邮寄 不邮寄的话 你可以找一个同学 去研究生院打听打听 这些高校里边应该说 还是非常喜欢的 向外提供这些数据的 因为高校的研究生院 在招生的时候 必然他喜欢是招到好的学生 对不对 那么 向外提供这些资料 也是理当素然的 那对于我来讲 对吧 我当时考的应该是中科院的软件索 软件索就非常好 对不对 当时我发了一封信 我说 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 比较早 写了一封信 给这个软件索 软件索的研究生 叫研究生处 研究老师 他非常高兴地 给我寄来了三年的试题 分文未取 连优费我都没有付 也说对这些高校来讲的话 他们是求先若渴 研究所 因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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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要多去问一问 打听打听 当然就说我们17年考研的话 16年的题目呢 应该至少要来等一等 等到这个复试结束 对吧 试题这个解密之后 那才能获取到 一般可能得到 七八月后八有月份 那么通考也是这样子 就我们通考的真题啊 在以往的话 都出的比较早 一般在通考结束之后 三四月份呢 就能够露面 但是跟他齐拜的时候 15年16年 都每年都随着大纲才出来 就解封比较晚 他不像我们的心理学啊 其他的通考科目 出的那么早 所以说大夫系的时候呢 要更加重视 就是近两年的题目 我们现在谈另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也是在导习阶段呢 跟大家要提一句 也要关系到 同学们的切身利益 钱的问题 对不对 2014年教育部规定 严优生呢 全面收费开啥 比如说 2014年之前 我们严优生呢 是公费的 比如说你不但说 要不收费 你赌严优生呢 国家还要发给你 一部分的费用 那么14年之后呢 严优生呢 就全面收费了 但是这种收费 其实 不是14年之前 这没有收费的 14年之前也是有收费的 比如说我们学校 14年之前也是收费 除了部分是叫统招名格之外 也就是说保送的 首先是肯定不收费了 对吧 那么考上之后呢 成绩排 排到哪一名打住 说这些名格呢 是国家规定的 那另一些名格呢 就要是收费教育 我们是收费是 学制两年半 收一万二 收一万二 那么很多高校呢 都是采用这种模式 因此呢 那个时候 录取的时候呢 我们同学都比较关心 你是统招生啊 还是不是统招生啊 对吧 因为统招生代表的是 你学费免 还要给你发补助 对不对 你要不是的话 你还要交学费 对不对 那么一次年现在 要不别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了 对不对 全部都收费就完了 但是收费并不代表 增加咱们的负担 因为大家知道 咱们研究生毕竟是 四年本科 还要每天 暑假寒假回家 这个要钱 对吧 那么老大不小 也张不开这嘴 对不对 那么研究生又要一下 交不少钱 怎么办 不好意思 对吧 增加负担了 当然有的同学呢 能力比较强 对吧 早早的步入社会 在社会上打拼了 把学费啥的都挣回来了 那么收费真的个收费吗 然后看 这个教育部的规定 那么我们说 学术学位的研究生收费 对吧 每年硕士呢 不超过八千 那么博士呢 不超过一万 其实不超过现在 我们社会的标准 就是八千和一万 对吧 我们的硕士生 每年就是八千 对吧 一年交一次 就入学的时候呢 要把你的卡里边 存过八千块钱 一笔给你划去 对不对 或者是到 研究生收费进行 这个刷卡支付 那么全政治的 专业职研究生 实际到收费规定了 占执行原收费 就专业硕士 也就是专业学位硕士 它的收费规定 在原执行 这些专业书呢 它包括一部分是什么 是我们这个 全职的 不全职的 也就是双学位的 还有一部分是在职的 这个在后 还会给大家讲解这部内容 那么我们看一看 收费金的收 我们看是华中科技 那么华中科技 在收取大家的钱之后 在报道以后 八千块钱被划走之后 然后呢 每月提供 研究生的国家助学金 那么这个呢 是所有高校 所有研究生都给的 这个助学金 每年六千块钱 一个月给你发什么 六百 这就像你交了八千 对不对 一下交上去了 国家呢 以后每个月 都给你发六百 发回来有千块钱 说收费了吗 没有 比如说你 你以前上学的话 我是不花钱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每个月没收入 那么每个收入靠什么呀 一般就是靠 国家可能发一点 然后呢 看你导师 导师有经费的话 给你发一点 对吧 没有经费的话 你没有钱 对不对 那么现在不同了 你只要上学 就每月给你发六百 这就相当于 你的八千块钱交过去 然后放在银行里存着 每个月就取六百 取六百 对不对 收费了吗 就是相当于这种叫做 这个预存式的储蓄卡 对吧 储蓄卡 那么另外我们说 除了这六百块钱 是国家发的 然后要设立学位的 学业奖学金 这奖学金的标准 大家一看 华农科大 一顿奖学金 一万一年 二顿奖学金八千 最起码四顿奖学金 也是四千 对吧 四千 四千平均到十个月里边 一个月四百 也就是说 我们你弄到一个 三顿奖学金 那么有六千块钱 再加四千块钱 给你说 是一年给你一万块钱 也就是说 你自己交了八千 然后呢 国家呢 发给你六千 学校再发给你四千 你不但怎么样 没赔还赚 这时候预付卡式了 对不对 当然 如果你的预学成绩 非常好 大家一看 拿到了一顿奖学金 一万元 怎么样 一万加六千 一万六 你说你拿去 交上去八千 博会了一万六 你赚大了 百分之百的盈利 对吧 当然这种奖学金的平定 在第一年呢 是以入学成绩为主 入学成绩为主 第二年平定的时候呢 就要按照你在第一年的考试的成绩 和你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为主 它有各 每个学校有自己学校的平定方法 和平定积分 如果你家庭不是有一定困难的话 那么你完全可以说 好好学习 把我们的分数搞得高高的 对不对 那么拿个不说一等拿个二十年金 那么你家庭的负担就一点没有 那么如果你 我这个稍微差一点 对不对 然后差一点 那么你入学之后 第一年刻骨学习 使你的这个学习成绩排到前面 成绩 学习成绩排的 我们有学分制吧 排到前面 然后呢 再帮助老师做一定的课研活动 对不对 比如发表一些论文 小论文呢 然后呢 完成一些项目呀 或者获得一些奖项 然后这些都要加分 那么第二年你获得一等年约金 哎 这一下就够了 那么这种基地机制呢 比我们上学好多了 因为我想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每个月 当然是全工费 对吧 国家发育补助 每个月呢 国家会给我的卡里边打入 217块06毛 记得是非常非常紧张 当然那是 在取完本科之后 那么第一年呢 这第一次读研究生的时候 有收入了 对吧 217块06毛 连发了三年 一分钱没涨过 但那时候物价低 200块钱呢 在学校里边 吃饭呢 应该是足够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物价稍微高一点 大家看 起码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 我想 温饱问题可以解决 那么如果有其他的需求的话 那么需要你这样加把劲 对不对 那么华中科大是这样的 其他高校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武汉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呢 把奖学金的分配8等 0.8 0.5 0.3 那么稍微的扣了一点 对吧 这跟高校不一样 对吧 然后呢 按433的比例 进行123等奖的划分 划分 那么同时 0.6万 就6000块钱每年 这个呢 是自动享受 就国家助学金是一分不少的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也是差不多 对吧 6000加最低能的 我们叫最低 最低的比 咱们不比高的 对不对 6000加3000 9000 我们交8000 还行 回来1000块钱 值了 那么再看一说 就是大联理工 大联理工呢 是每月进行国家补贴 它分为 一二三等助学金 我们看三等 三等的话 每月补助500 那么它是稍微的差一点的 对不对 那么二等呢 是500 加上学校补助100 这样奖用金8000 对吧 那么一等是最好了 500 300 奖用金还给一万二 大家也看到 就是凸显 就是大联理工呢 对这个杀不积贫呢 在学生最好的时候 我们说 这样最后一名同学 5000块钱 对吧 你交了8000 对不对 500一个月 12个月 6000 还是国家助学金 那么你有两千块钱 交到啥 交到别儿那儿去了 因为别儿有增加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奖用金 还有需要补助 对不对 你没有 大联理工什么样的 所以说 这个 研究生收费之后 大家在择校的时候 我想从 如果是受到 经济方面的 影响影响的话 也实际上的 要关注一下什么呀 关注一下 他的缴近的制度 以及这个 缴近的情况 当然就说 原则一想来讲 咱们计算机的同学 在赌研的时候 不缺钱 像我的学生 对吧 我发现生活都非常好 对吧 一方面在做课题 另一方面 有的 虚有余力 因为我允许他们 出去闯荡一下 对吧 一般都允许他 每个学期都要给你 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去到社会上打拼一下 因为研究生 不能够再像北开一项 天天三年一线的学习了 对不对 他们在暑期 你一两个月 稍微打拼一下 这一年的学费都出来了 而且为他们找工作 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学校里边 还搞理论的 搞理论的 不需要天天做课题 那么他们 就是一方面做课题 另一方面 在公司里边一直兼职 一直兼职 那么收入还是蛮高的 吃的也不错 用的也不错 对吧 我感觉就是 现在计算机的研究生 相对其他的行业的 其他专业研究生 在读书的时候 没有说 吃了上顿 没下顿的 没有那么惨的 所以说 给咱们一期的同学来讲的话 读研 就是收费这一块 是小事 绝对是个小事 收了你的 还要返给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拿到这个门槛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它 写取 写取到更多更多的什么 更多更多的来源 包括我们老师 也在这一块 那么他的收获 可以稍微提一下 现在就是 高校正在推行 这个中学金制度 这种中学金制度 不是国家补助 就是导师 要拿出一部分 那么所以说 现在学生的收入 就我初步的了解 差别还是很大的 首先学校和学校之间 那么高校来讲的话 稍微是贫穷一点 研究所 研究所负一点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中科院的研究所 他们的学生的收入 每个月可能保底 都是一千块钱 那么相为张艺内 拿到一千五 拿到两千的都有 博士可能都达到 三十千的水平 那么高校来讲的话 有这个差别比较大 包括从一个院系里边 包括我们系里边 他的补助 老师跟爸补助 从两百三百起 到一千一千五 不等 不等 有很多很多 这种收入在里边 所以说大家在赌研的时候 注意 钱 绝对不是问题 也就是说 不要因为 年生收费了 而 阻拦了 你对理想的 梦想的追求 因为人呢 二十多岁呢 就这么一回 最茂盛 最创造力的时候呢 是让你理想迸发的时候 那 如果再过了十年 三十四十 你还考研吗 你可能就不考研了 那么 那时候即使要考的话 也是功力下的考研 而不是为了理想 来进行考研 那么 我们再看武汉理工 武汉理工的国家奖金金 是很高的 是两万一年 但是呢 获奖余力只有3% 那么 除此之外 我们有三四二这样标准 那么就是看 一万二 八千和四千来进行发 再加上 助学金 六千每年 大家看 武汉理工的 这个二十一高校的 他的助学金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低 咱可以拿到什么样 拿到应该是 这个 差不多就一万元的收入 对不对 还提供了这种 三入岗位的助学金 就是我们的三入岗位 向我学校 是看天气已经计费 就是你来工作一天 给你一天的钱 就是说这一块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对考验过程 做下分析 那么考验有哪些过程呢 首先是准备 就是咱们现在基础导学 对不对 那么至于第一个 其实问题是报名 报名之前呢 最为纠结的问题 就是择校 这个问题对你很纠结 对我也很纠结 我当年报考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本校 本校呢 因为本来也是 这个 一二年级好玩一点 那么没有排到top ten 没有top ten 在中东游偏上一点 对吧 又不按照现状 对吧 去找工作 就业就拉倒了 还有点小小的理想 想理想 想这个 想到这个北京去看一看 那有读研吧 读研 那么北京高校是比较多的 比较高的 那么 经过这个 这个 这个以前的 考上的师兄 那我想大家都和一样 都是要接触师兄 来进行考 这为什么就是很多 这个高校里边 突然有一个 比如说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这个 郑州大学的考过来了 那么第二年 可能又有一个考过来了 第三年还有 为什么就是 西红的传帮带 那我也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考到的 应该是北里公 那他考人呢 他应该是比我早一届 因为这个兴趣相同的 认识的 然后他考录之后 我就问他 我也想到北京去 你不推荐一下吗 他给我分析 他有经验 对吧 所以理工 难 对吧 我当时是 富士的时候 都是非常辛苦 但是我来到之后 我突然发现 北京的机会非常多 不要报这些高校 我说不考 考研不考 学校考哪 研究所 我说有研究所吗 他说像中科院 中科院研究所 非常不错 待遇比较好 而且呢 他没有本科生 我说不有科技大学吗 科技大学合肥远着呢 所以说他招生了 你没起跑线 都是一样 他在富士时候 也不歧视 我听他说 就报告了软件 发了一封邮件 过了一堆富士的资料 我当时很感动 对不对 因为像我们 靠本校的话 到我们拿到 我们本校的这个试题 还要到研究生处 五块钱 五块钱 就买 那么 人家就一分钱 不花给寄过来了 那都是他大师的复习 对吧 专业课 英语 数学 提一提 对不对 专业课 有专业课 是提的 怕什么 那时候考研 就找这个同学 找我们这保送的哥们 给做一做 对吧 做一做 大概就背一背 熟悉熟悉 再拓展一下 就考过来了 那我在作学的时候 也很纠结 那么有人指导一下 所以说 我觉得考研的所有过程 出事复事 说是事 真不是事 最大的事是择效 叫精准择效 比如说 我们要教大家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对称信息 进行精准择效 那么精准择效之后 事半功倍 为什么呢 你考了三百三 对不对 你考了三百三 那么你如果 包括普通的高校来讲的话 那稳入了 你觉得亏得我 对不对 普通一个普通的二一一 也稳上了 你也觉得坤 但是你如果 Top985 比如报考了北航 三百三 还精玄武 但是你要 报考了 比如说北游是二一一 三百三 可能就比较稳了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非手线 考完之后 在不同的学校 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录取度 是不一样的 那么精准择效 就是你的能力的发挥 到实际的录取 怎么样 保持了完整的一致性 你说你正好发挥到 那个学校的录取点 那么 复试来讲的话 就相当容易了 因此呢 考验的整过程的分析 最重要的还是择效 学校确定了 考试科目确定了 确定了你的出事 确定你的复试形式 那么你就可以安心学习了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具体来看一看 那么在整个过程里边 影响你最大的因素 是两个 一个是自信 一个是坚持 那么我在这个 这个复习 复习这个指导课程里边 给大家讲了 嘉义秉鼎 张三李四 我是把我的学生呢 照过来开了个小会 大约一个多小时 聊了一聊 他们提出了最多的两天 就是首先要目标准确 自信 第二就是坚持 坚持什么呀 坚持学习 因为他们有切心的精力 很多没有坚持下来的 报上名拉倒了 很多呢就是没有报名 辅导书买了一大锣 也拉倒了 最后都免费赠送给他们用 说我这个书买了 我也不学了 你哪里用呢 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 自信坚持下来 这是最基本的 有人统计过吗 就是当时就是 报考的时候 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报考 对不对 坚持下来 先考试的话 我们可以看过像 深圳大学提供的数据 也就是百分之十的 就放弃掉了 对不对 那么 全部考的 并不一定 都能考得非常好 对吧 富士线 这个一出来 又刷掉百分之三十 对不对 剩下 如果是你活过来了 那你就成功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两个大要素 自信和坚持 另外要正确的备考 那么专业课学习 要刷三遍之下 这主要是针对我们大纲 然后看教材 把相应的支点 支点要读三遍 要做会说笔记 要学会用图的形式 表的形式 来什么 把这个信息贯穿出来 真题 五遍之上 这个是必不可少 那他的这一点就说 我的有一个学生 对吧 考完试之后 他属于一个普通的高校 飞二十一 考研分水线的 考了三百六十多 我说你怎么学得这么好 他说老师你看 他随身就带过来 说我在考前就看这个 四张一次纸 每张一次纸上 写的密密麻麻 我看一下写的什么样 就是对这门课的 所有的支点 所有的算法 这个到我们以后 这个强化班里面 我会提供给大家 因为我已经让他说 你这么好东西 得留下来 我说你敲个电子 办得给我 对吧 给大家发现 让大家看一看 到复习到这种程度 说老师我现在 你要指哪 我现在都能给你写出来 什么公式 大概出什么题 我都很佩服 对不对 那么因为像这些课程 有的我教过应该是 不说多应该是十几遍 那十几遍 在那有些地方 大概记住 但是很细节的地方 还就是 每年每次备课的时候 都要再仔细地看一遍 所以这个同学 考了这么高的分数 从一个普通的高校考过来 的确是下功夫 那么下功夫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合理规划 他就规划得非常好 每天做什么事情 持续一段时间 持续一段时间 基本上没有太放松 因为参加的是通考 所以说他的资料非常明显 那年真题有 对吧 考的时候应该是有六年的题目 六年的题目 拿着六年的题目 反复地做 我们的颗子 也不想吃 就不想吃 那么厉害 那么厉害 来 那么厉害 这么厉害